有臺灣護國神山稱號的台積電 晶片製造稱霸全球 連德國政府都喊話 呼籲臺灣政府向台積電傳達消息 因為當前半導體晶片短缺 已經危及德國汽車產業復甦 希望臺灣能夠優先供貨 但反觀三十年前 台積電率團到德國西門子商談 技轉技術 開會不到半小時還被轟出去 我想在三十年前 台積電還是一個小公司 在談的過程中 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技術上的優勢 而且當時對於這個晶片廠來說 它並不是一個所謂特別突出 因為你可以做 大家都可以做 現在剛好風水輪流轉 三十年打下的基礎扭轉逆境 如今站上全球晶圓代工龍頭 全被張忠謀深預言 台積電由技術購專精 累積的軟實力讓人才匯集到台積電 給得起高薪留住專業 也是台積電成功關鍵 是所有台經交台灣最頂端人才的 一個最好的選擇 這些企業 這些的精英 經過了這三十年生育教訓 又只專注在晶圓代工 你說它能不好嗎 軟硬實力兼備台積電 2020年3奈米投層 還有最先進的2奈米研發中心 在今年設立 成為台灣產業核心 更是國安的屏障之一 這座護國神山的堅強實力 持續影響國際間賣動 三連休安方不瘋嗎 越管台北報導